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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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Welcome 愛玩家 我是彥宅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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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侏儒城 今天帶大家來到東門圓淮 這裡這裡這裡有很多 超級美味超級美味的 手工美食 你沒來過 不要說你來過嘉義 到了啦 哇 菜頭櫃店 我們到了 Let's go 這就是嘉義超過60年的 知名傳統手工櫃 現在我待會要大展身手囉 既上次在新郎體驗傳統自香後 這次我又要獻上這櫃初體驗了 但身為門外漢的我 當然要請師傅來指導囉 但光是那一樓白米 就中得我快提不起來了啦 天啊 想知道美味的神龍貴還真不容易啊 耶 欸 實際上 要要要要 好 整個超累超重的 剛剛我帶他去的時候呢 一定要師傅在後面幫我 要不然呢 只能是重到不行 而且我帶他去的時候 米一直亂見亂飛 亂見亂飛 哪像師傅那麼俐落 所以師傅真的是太厲害了啦 老闆 請問整個珍貴完成要多久的時間啊 大概四到五個小時 四到五個小時 那全部做完要什麼時候 我現在真的好餓好餓好餓 好餓好餓要等到下午了 等到下午幾點 四到五大概三點 三點 什麼 三點還不能夠吃 三點還不能夠吃 要等到隔天 隔天 那我們要在這邊等到半夜嗎 觀眾朋友 不行 我真的要餓死了 我們現在 就帶你們去吃產品 Let's go 哈囉兩位帥哥你們好 嗨 你們怎麼知道這家店的 就從小吃到大的店 喔真的喔 所以幾次住附近嗎 真的喔 那你是帶你這位朋友來嗎 對啊 那你們第一次來了 第一次來吃 喔 那你們今天點什麼 就點他的 他只有賣粿跟煎蛋 所以就吃他的招牌 那他粿吃起來怎麼樣 就是很好吃 然後很香 很有味道 很濃厚的那種 粿的味道 那粿跟蛋加起來不會怪怪的嗎 因為我本人沒有這樣吃過 不會這就是在地的嘉義的老味道 喔 是喔 一定要這樣吃才好吃 YA 我的油蔥貴家蛋終於來了 我快等不及了 那我現在就為大家嘗試一口 加一點醬汁 那我的蛋呢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也黃黃的感覺 蛋黃就非常非常的濃郁 超級扎實 有那種說不出口的 畫在口中的蘿蔔味 還有濃濃的油蔥味 非常紮實的口感 很Q跟外面的非常的不一樣 手工呢就是有一種紮實綿密的口感 QQQQQQ YA 吃完了油蔥貴 一定要有一種甜甜的滋味 在口中劃開 今天帶大家來到有50經驗的粉圓冰衣老店 在地人狂推 老闆熟練的裝料 紅澄澄用晶瑩剔透的愛玉 可是老闆娘親手搓洗出來的喔 就連名蒙汁也是新鮮現炸 因為老闆堅持天然的用料 絕對不加防腐劑 現在我啊 光是用看的 口水就只有啦 耶 我的甜點來啦 那我點一個是綜合粉圓 還有一個檸檬愛玉 那我先試試看他們招牌粉圓口感到底如何 這個粉圓呢 是他們老闆娘手工 手工塞出來的 完全沒有添加任何防腐劑喔 那現在來試試看吧 它的粉圓呢 吃的感覺外面有點軟軟的 可是呢 裡面非常的Q 而且不像外面的那種粉圓 就是裡面有點實心意義的感覺 它全部都很Q喔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我們的愛玉冰 我們的愛玉呢 也是老闆手工做的喔 是手工從愛玉紙這樣搓搓搓用袋搓出來 再凝固成愛玉的樣子 那我們來試試看愛玉 好久沒有吃這種古早味的東西 酸酸甜甜的 而且它的檸檬味好重喔 這檸檬呢 是老闆自己手工限壓出來的檸檬味 它的愛玉呢 口感呢 不像外面那種用粉凍泡出來的 或者是便利超香買得到那種愛玉 只有滑滑的口感 就是軟軟的 可是它的呢 它的愛玉非常的有嚼勁QQ的 而且表皮的地方呢 又脆脆的 真的很好吃 很有Q勁 超過50年的老店已傳承至第三代 果然名不虛傳 每次都有始終的老顧客 前來跟老闆捧場 好吃的程度 不論天氣冷熱都想來一碗 記得下次到嘉義 親自來品嘆看看吧 冰玉王 你喝過汽水嗎 你喝過汽水或稀奇 你喝過手工汽水嗎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到 嘉義市全台唯一家 富國僅存的手工汽水 手工汽水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問問看阿伯吧 阿伯 我要一個送你手工汽水 手工汽水最主要的材料是碳酸水 都是阿伯自己做的喔 原本是為了謀生 後來卻做出了興趣 只要沒有下雨就會出來擺攤 結果一做就這麼多年了 懷舊的古早味汽水 一大杯才20塊喔 接下來換我大賢身手 自己做做看囉 那我要放到這邊嗎 要放到這邊嗎 好 我就給你做好 好 首先加入含有豐富氣泡的碳酸水 倒杯子的8分滿 然後把含有鳳梨果肉的果汁 加進來混合在一起 攪拌均勻後 一杯新鮮現做的手工汽水 就大眾告成啦 懷舊的幸福滋味 就是這麼簡單 用你手工汽水 自己親手做的喔 很濃很濃的泡沫在我口中滑開來 我覺得比平常的可樂 還有雪碧更有 更有二雅肉花乾在我口中 泡泡的感覺 而且鳳梨味很特別 有一種果汁的感覺 有一點點很微小的 蘋果西達的味道 不過還是鳳梨味比較重 非常不錯很特別喔 桌樓山的好料 真的是一點都不輸給其他地方 除了許多嘉義戶曉的美食 還有更多隱藏版的老店家喔 彥仔今天吃了好多手工美食 好飽啊 果真是名副其實的美食農底家 如果你來到嘉義 一定要來一趟美食尋寶之旅喔 期待我們下次的見面 一定要多多支持我們愛玩家 再會啦 拜拜 攝影師 你在基於我的油蔥櫃嗎 對 你想吃嗎 好 不要說 彥仔我燉你不好 我人好不好就看這一刻了 好不好吃 那 記不記得要把我拍得美一點 上次的臉那麼大怎麼一回事 我今天整個好胖好胖好胖喔 我本人不是這樣子的 請你認真點拜託喔 跟觀眾朋友說 我本人不是這樣的 好 那接下來是嘉松哥 可以請你把我們的製作費 much much多一點嗎 下次我想要吃龍蝦&鮑魚 宋哥 愛你喔 拜託你了 那我要吃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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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